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3年在瑞士成立的一家全球领先的专注于ARM计算机核心版模块的一家提供商 其我们公司的主要特点可以从这张PPT上可以看得到 首先是以全球分布的每个公司独立运作 然后在中国是在中国的上海 然后Taratex所有的嵌入式ARM产品都是针对于工业嵌入式领域所使用 其发布的所有物件都是由我们的研发工程师自主研发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提供至少十年的一个产品生命周期的一个维护 Taratex产品系列主要分为两大产品系列 这个主要是通过产品的一个接口定义以及形态来区分的 第一个第一大产品经历就是目前页面上展示的我们叫Colibrate的这个产品系列 它的大小形态是笔记本SoDeem的尺寸大小 上面的电机销定义是由我Taratex自主定义的一个ARM的计算机模块平台系列 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提供了多种SoC的解决方案 然后不同的产品之间是一个广角兼容的解决方案 这个平台我们作为03年一成立就定义的一个平台 主要提供的是一个高比小尺寸的一个解决方案 在这个平台上的产品我们支持主要的典型的这些工业接口 如KAN,SPI,F1C,以太网串口,基本的RGB,LVDS显示等等 在操作系统的支持上面我们会大多数产品都支持Linux和WinCE的双操作系统支持 在这个产品系列目前我们在工业接口领域最主要应用非常广泛的一个系列是基于恩质普的IMX6的系列 在这个Colibre的系列里面我们提供了IMX6的Solo和IMX6的Duelite两款SoC的相关产品 他们都是基于KOTEX-A9的ARM核心最高到1GHz的主频 RAM和Fresh配置的话最高可以到512兆RAM和4GB的EMXFresh 另外在MS6这个系列里面都有GC880的GPU的支持 另外需要提的一点就是这个平台也是QT商业版本里面 BOOT2QT的组件的预编译镜像的一个支持平台 另外在温度范围上面我们支持常温也就0-70度以及工业级温度 40-85度这样的产品支持 生命周期的话是至少到2028年 下一款这个系列的产品是基于恩质普的IMX7 Solo和Duel 这是一个我们去年发布的一个新品 这个IMX7的话是采用了一个KOTEX-A7以及KOTEX-M4的 一构双核的一个ARM核心的架构 同样AT的最高也是1GHz主频 M4的核心是200兆RAMFresh的话是512兆和512兆 操作系统上面是嵌入式Linux和WinC7以及2003 以及FreeAtos是在那个M4的核心上跑的10-10操作系统 另外这个平台目前已经也是BOOTUQT 与变异镜像的支持平台 在温度范围支持上面 它支持的是-20到85度一个扩展温度范围支持 生命周期是到2027年 这个平台主要是针对于工业切入领域 需要在做控制界面的同时 需要进行一些实时任务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场景 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平台 另外一个就是IMX6 ULL 这是我们已经发布在研发中 会在后面后续发布的一个新产品计划 它是基于NH5的MS6 ULL SOC 一个528兆的Codex A7的M核心 另外我们在这个模块上 也是首次集成了WiFi和蓝牙的一个支持 官方目前计划是支持1050Linux 这个平台的话是作为一个工业领域低成本 以及IoT也就是物联网领域的这样的应用的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产品 我们预计产品生命周期的也是到2028年 相对于Colibrate产品系列 另外一个大的产品系列就是叫 我们叫它Apalis APALS 这个产品系列的物理大小尺寸 也是一个工业标准的MXM3.0 一个工业标准的尺寸 它的拼角数要比之前的Colibrate的拼角数要多 多接近一半左右 这也是我们为了应对现在工业领域 支持的高速接口 不断应用 不断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应用 所提出所定义的一个新的接口类型 我们也在这个平台上实现了多种SOC的一个支持 不同SOC的产品之间 也是保证了一个基本功能的关键兼容 在这个系列的产品里面 我们主要更多的针对的是一些高性能应用上面的一个ARM应用 支持更多的高速接口 包括像PCIE 千兆网 SATA USB 3.0 像CSI DSI这样的一些转型显示接口 在这个产品系列我们同样我们现在作为一个主流 呃 嵌入式客户应用的 呃 也是来自恩智库的一个IMS6系列 呃 不过是用呃 是采用的是IMS6 Duel 以及IMS6 Quad 双核和四核的一个SOC 呃 同样是Cortex A9的ARM核心 最高一级核子属屏 呃 呃在RAM和Fresh配置上呃 有相应的有一些增加 最高能达到2GB的RAM 以及4GB的EMMCFresh 在呃显卡支持上呃 升级到了GC2000的一个GPU支持 呃 相对Columbry系列 GC2000的话 在管线和GPU核心数量上 都有一个翻倍的增加 在系统支持上 同样是支持 1500Linux和WinZ7以及2003的双系统支持 同样这个平台也是呃 商业版QT的BulletubeQT这个 预变异镜像的一个支持平台 温度范围和升级周期 都和Columbry MS6系列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在Appalice 我们也是去年发布的一个新产品 呃是一个呃处理性能非常强劲的 它是基于英伟达的Tegra K1 SOC的一个产品 呃这个产品呢 是基于的四核的Cortex A15的一个ARM核心 呃CPU主频达到了最高的2.2G赫兹 呃同样RAM和Flash配置也是相对比较高的 达了2Gb和16Gb 呃另外一个它的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 它集成了一个一百分钟 Cuda核心的一个呃和桌面级的显卡 同样架构capular架构的一个GPU 呃呃能支持功能的Cuda6.5的一个 以及OpenGL和OpenGL ES这样的一个支持 目前我们官方支持的是Chenius Linux 呃温度范围的话是提供一个扩展级的温度范围 辅25度到85度 生命周期大概是2025年 呃这个产品的平台系列 我们目前是在呃机器人 机器视觉以及呃机器学习等相关领域有着非常广泛的一个应用 呃最后同样是一个在这个系列里我们目前已经在研发中的后呃后续发布的一个规划产品是呃 来自恩质谱的MX8 呃我们目前做的呃系列是MX8的QuadMax的这个Soc系列 它支持的是两个Codex A72 呃四个A5 两个M4的核心这样的一个呃多核架构 呃主频的情况的话可以从PVT里看到 呃同样它它在呃显示的支持上面也支持性能更强大的双TZ7000的这样的一个GPU的支持 呃同样在模块上我们也集成了一个WiFi蓝牙以及USB3.0那样支持呃 目前我们规划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支持的操作系统是TZLinux以及FreeAtos 呃这个真正的是M4上面的实施操作系统 温度范围同样是常温以及工业级温度范围 呃生命周期预计是到2030年 呃以上就是关于Toralex的一个公司和产品的一个简单介绍 呃下面就请来自QT公司的呃吴贤尾呃来呃继续进行QML编程的一个相关的介绍 ok呃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ok那个非常感谢那个Toralex的情侣海给我们带来他们公司的新的产品的介绍 呃也希望大家就是说以后再使用Toralex的产品和结合QT的QT 呃共同来开发这个我们的这个产品是这个设备上的应用 呃那上周是上一次我们是结合那个Toralex的零件平台 我们讲解了就是结合QT的Toralex creation 包括环境的建立和应用程序与枪式平台的结合 怎么去把包括连条再线连条 包括一些调整工具的使用 呃那今天呢我们这次呃呃是就是把视线从那个环境转移到我们那个应用开发 呃今天的主要提示说是怎么使用KML这种那个脚本的变成语言 来那个写出我们比较漂亮的一些那个GY程序 呃今天的主要主要那个呃话题内容主要是讲解那个 首先讲解一下那个呃KML的一些那个基础知识 呃包括各种一些空间呃其实我们计划是把这个主题是做一个一系列的主题来讲解 呃因为大家知道那个KML这包括KOD配合这个模块里面这些呃呃空间都特别多 呃如果是一期全部讲完的话可能时间更不够用 所以说今天我们是说呃也是先列出一部分的讲解呃后面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继续按照这个系列往下走 就是把这个KML这些呃一些基本的路续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我们结合一些小的demo 然后并结合大家的一些疑问来那个呃就尽量使大家能够呃熟练的使用这个空间吧 呃OK那第一步呢先介绍一下我们应用程序的一个呃 呃呃比较的一个过程我们知道我们KOD的应用程序呃呃最基本呢是有一个project的一个配置文件 其他的后里面叫pio文件我们可以成为那个呃呃配置文件嘛 呃呃项目管理文件呃呃这个项目管理文件是通过QMAKE来 按照它进行完之后我设定我们的MIKE Noel啊 呃呃呃我在各个永远QD史跨平台的一个呃呃呃看到开发框架嘛 所以说是在不同的平台呢呃呃呃我们会产生不同的一些那个呃呃呃呃使用不同的顾面链具编译 包括我们在Link的使用GCC的 当然在其他平台使用其他的 在腔制平台使用其他编辑供电来编译 那最终是产生一个可行的程序 运行在我们包括桌面 包括那个腔制平台 包括会是那个移动端平台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编译过程 当然这个过程 我们如果使用QT的不多QT的话 那这个过程完全是可以省略掉 这里是简单介绍QT的一个应用程序 它怎么去从一个原代码 到可情绪这么一个过程 那在Poge文件里面呢 主要关联到一些QMIC的一些成绩变量 如果大家这里面主要有一些 我们介绍一下 第一就是那个Tip的 我们称为一个模板 那这里面就是 它的意义就是说是 我们将编译出来的东西是一个APP 或者是一个LAB 或者是要编一个子目录的 去编一个子目录 这是一个COMPLATE 它的一个意义 那第二个就是Target Target我们可以理解为 就是说我们要编译出来的可经文件的名称 这个就可以了 那还有一个关键次 就是QT 大写的量QT 这个意义就是说是它是对破了一个引用 比如说我们需要Network 那我们可以写入QT加等于Network 那比如说我们需要Network 我们可以写入QT-等于QTNetwork 这个意思就是说是我们要引用一个QT的一个模块 因为QT它的本身最基础的一个模块是包括QT GUI QT CALL 但如果用QT配合的写 然后QT配合 第一下个就是Config的全级配置文件 Config这个是一个就是说是可能一个模块中的某一个局部的一个我们需要Config的加等于什么来把它写入去 应用的Path和那个这个是包含比如说我们可能需要一下 嗯 第一下方的投文件那我们使用一个Path来定义一下这个路径 啊 Resource 比如说我们一些那个Image QRC这些文件这些那个自然文件 如果用Resource加等于什么 我们使用的自然文件 把我们项目中的所用的自然文件放在Resource里面 当然这个ResourceKRC文件将来会全部包在我们可信用文件内部的 嗯 Labs是说将 比如说我们要用到一个第三方的Lab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Lab指定它的一个路径 和它的一个 一个Lab的名称 用通过一个-L的方式来指定路径 和-l来指定一个洞材坡的名称 那这样的话我们在我们应用程序里面 就可以直接使用我们Lab里面的API 那define和insource 这个就是说可以自定一些信息 insource就是说你要把你的编译完之间的可信用件 安卓在哪个地方去 但这里面只是其中一部分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我们那个 这个帮助文章里面的Permake的一个手册 那在那里面呢 会那个列举出那个 像这里面列举出我们搜的这些波领词 那我们现在举一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demo 我们看了一个是Permake的 那大家看这里面其实是 没有完全用到刚才所说的那么多的关键词 那只用了DNA一个 就是这个template pute source resource 这些 当然这个IncludeDeployInPri 里面呢 它里面会对你所谓的installer的一个 一个关键词 就是说会定义到安装在哪个地方去 但这里面写的有点复杂 因为它要区分平台去做一些不同的安装路径的管理 那这个也就是一个那个 PuteDeeproject的一个配种件的一个 一个管理 OK 那下面我们进入一个KML和QQUIC的一个简单介绍 我相信大家 已经能说是KML QQUIC 还有Declarative 这个东西可能会 这个随便字面译子会比较混淆 那在这里简单澄清一下 KML 其实我们可以以为一个QT Mental Object Language 但真正意义来说 它是一门真正的编程语言 因为它和我们 比如说我们的CIA加 C语言 Java还有CIA加这些 变成语言 相比来说 它并不是任何的一个所谓的编程语言 它只是一个描述 据说为什么 这个KML KML 因为 这个东西是很关键 因为它就是我可以和我们QT 描述 和脚本描述的编程语言 用无编程语言 比如说我们最主要的是 引用CIA加里面的信号槽机制 就是说是我们CIA加和KML 想互相引用 这是最关键的一个Mental Object功能 至于QT Declarative 这是一个新的 在我们QT5里面是一个新加的新的下加的模块 它的主要功能是说 从过去的 在4.7的Graph View 转移到我们现在宣传权QT Quick 2 是新Graph的一个宣传权上面去 那这也是借助OpenGL的经验加速的来 新的模块叫QT Declarative的一个模块 那这个QT Quick QT Quick它是一个包含 这两个大的一个模块 一个大的模块 包括一些我们QT QML开发的一些工具 然后一些分析工具 还有一些QT Declarative的一些功能 模块功能来讲 这也能说一下这三个关系 其实就是一个描述的语言 并不是说一个真正的一个开发语言 那我们QT的QT 用QT QML开发 一个程序里有什么样子呢 对一个应用程度来讲 它可能关键的因素比较 包括我们前端的一个 和一般软件开发 比较前提的需求 包括那个 上的一个设计 图片 图片的制作 那简单来说 就分为两个角色 第一个就是Design 第二个就是 设计的开发者 那设计者呢 首先要用到我们 设计这个UI的 包括UI的flow 和UI的一个风格 这是设计者 那开发者呢 就是把这些设计者的一些理念 转换为我们真正能运行起来的一些程序 那开发者可以用西家 或者是用KML来开发 这叫我们QT平台的 那据于说是他运行的 哪或者是桌面平台 那这看着我们实际需求 那开发者他可能用到西家 和QML开发呢 可能会引用到我们QT的一些相关的模块 相信大家比较熟悉一点 这也就是一个简单的开发流程嘛 主要是说开发者和设计者的一个结合 那具体涉及到QT工具 可能就要涉及到QTQT等等和QTQT 这些工具的使用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流程 一个设计流程呢 其实说 对面出我们这一个空间的 它一个属性 还有怎么实现一个交互的 对KML来说 我们定义说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实行 基本类型 比如Rectangle Image QT Control 这些基本的实行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可以使用封装自己的自定义的类型 但这个可能是有 可能会涉及到一些逻辑的 就是逻辑业务 一些处理在这个类型里 可能会包含一些自己的业务逻辑 这个可能是说基本的KML类型 并不支持自己 需要我们用下压来封装一个 当然也可以用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KML自己 在KML下面 自己做一个 就是复用性的一个空间 比如说做一个 比如有一个特殊 特别意义的一个Button 当然这个Button是 别人是没有的 其实我们自己也就是说 通过KML的一个基本类型 来组装成的一个新的一个Button类型 那像每一个空间 我们都需要它有一个属性 包括信号 当然如果还可以的话 还要加入它的一个方法 这是其实和我们一个CDI的类 是非常类似的 因为我们类里面也是要有自己的一些 有一个对象 它肯定有自己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它的方法 通过信号什么的 这是为了结合 以后要控制这个对象 比如说通过信号槽机制 或者通过一些属性访问的get side 这个方法来 来那个控制这个CDI的对象 但是对KML的 KML的元素来讲 它里面其实也是有这些原色的 包括属性啊 效啊 还有方法 大家提供 对KML和CDI相比来 KML更临滑 它可以提供我们里面一些动画 介绍一些动画 或者介绍一些特效什么的 这是一个元素的一个简单介绍 那对开发工具来讲呢 那就简单说一下吧 因为这个东西大家比较熟悉一点 首先一个设计工具 和Qt Quick Designer 这可以通用Touchread的方式 通过一些那个 来实现我们 我们的script 空间 到我们那个 这个编辑界面 设计我们一个静谈的一个推行来 那还有一个 KML Sense KMLV KMLV 当然 这个并不需要 这个并不需要 这并不需要 在跑一下之后 我们才能看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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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埔面 长得什么样的 通过KMLSense семь子 有什么工具来应用 给我们 KMLInnen 那 Qt boxes 这里面相信大家应该比较了解 我们可以编注它的一些属性编辑器 还有一些信号槽的关联 一些路径器的编辑关联 那这我们可以看一下 相信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我可能是属性绑定 比如一些冻田固定 这些属性的定义 可以做我们之间的不同的信号关联 和一些属性绑定 也有增加一些属性的定义 增加之后我们代码可以完全自动的 放在生存在KML的文件里面东西 OK 那还有个重要功力 就是说一个性能分析功力 因为我们是用QQ的配合来开发 所以说一个性能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假如说我们在我们实际的产品运行过程中发现这些动画或者是一些地方有卡顿的现象 我们可以通过完全通过这个工具 通过这些联调的方式来分析出问题的问题 但是这工具今天我不在这里展示了 因为时间可能有点紧张 所以说应该是上次我们一个研导会已经展示过如何使用的工具来分析性能 但这里面就是说是最主要的是分析我们一些动画 比如说animation 包括comparing的一些creating的一些时间 通过这个耗时的一个时间值 一个量化值来决断出我们这个动画运行的一个效率问题吧 这个是Toyotex的Apple X系列的一个签讯板的平台 那我们也用这个平台来跑我们这个demo 因为刚刚我们接触过我们软件平台 那应该平台的时候 结合就是Toyotex的一个应该签讯平台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那个值得应该签讯平台来运行我们这个开网程序 Toyotex的基础呢 那我们首先一个看一个最简单的一个Hollywood的应用程序 它里面所包含的一个东西 其实Toyotex的它就是一个数型的一个结构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个我们这里一个一个Tongo 那先就是说它是一个最顶端的一个节点 你可以出去复节点吧 就更节点吧 然后在它里面呢 它会一个RangTongo呢 它就会有其实也是作为一个对象来讲 它有自己的宽高颜色 包括其他的属性 那它其中有一个叫一个质的空间 叫我们称为Tex就是一个文字的一个点 那文字呢 它会有它有自己的SY值 比如说自己的一些大小自己的颜色 包括这个自体的其他的属性 那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那个指的空间是一个图片 那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说是一个图片 那它有自己的IY 包括它的Source Source就指的是它的图片的来源是在哪里 那看到这个形象的一个数型的节点 就是RangTongo是最根节点 然后下面并行的准备节点就是Tex的Image 那具体反映到那个代码上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出的一个有个Tongo 然后那看到我们可以在里面 这个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个全部删掉 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看到最后一点就是其实在 然后在这里有两个一个紫的空间 一个Tag的面积 这比较简单 我相信邪国KML的朋友对这个比较了解 可以看到KML一个KML文件成为一个文件 它的内容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说就是一眼看着它做什么用呢 比如说RangTongo就知道它是一个要显示一个矩形 它那个Tag也知道这是一个文本 看来就是说表面这里面显示一个 那具体来讲KML一个元素呢 它里面它的氛围 就是说可能说每一个元素有不同的一些属性嘛 但是说把它抽象出来 我们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一个元素它是一个结构 那这个结构里面我们可以分为就是可见部分和不可见部分 其中所有的KML元素都是继承于一个atom 那这个atom就是又是通过�定乎atom一个CIA加的一个类来写出来的 所以说这样可以看出我们所有的KML其实这些空间都是从CIA加里面全部诞生出来的 完全由CIA加来实现出来的 并不是说KML元素是由另外的脚本也写出来的 确实不是因为如果像脚本写的话KML元素是没有使用没办法使用CIA加的信号操作机制 所以说是由此可见它们两个之间就是一个可以对这种关系吧 就是相互一个存在的一个关系 那一个atom呢它是不可见的 就是说你假如atom你不给它指定它是完全是空的 就是说它是一张白纸它什么都没有 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鸡类吧 当然一般atom我们会把它用作一个包含器 就是说它会做一个根据点的一个包含 然后我们所有的其他的空间会写在这个atom里面去 这是一般常的用法 其中atom有一个关键的关键的一个属性叫做layer 这个layer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说因为我们KML它里面的一些元素比较零碎 所以说那怎么招会 因为如果这个东西太碎的话 所以说对信官方来讲 它如果去渲染的时候 它会像搬运工一样 它会每次就是说搬运点每次搬运点 这样的话它就像工人一样 它搬转运它搬很多次能把它搬完 那这个layer意思就是说我要准备给工人准备一样支撑 我要把这些零碎的比如说一些一些一些器材 一次性放在这个车里面 那我singgraph来讲 那我一次性就把所有的元素全部给它渲染出去 那这样的话 就是非常高效的解决了我们singgraph的一个效率问题 这是利益的一个比较优势的所在吧 当然它还有一个不可见部分 不可见部分是这哪部分呢 就是说是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些 我们肉员可以看到的一些 一些像宽高啊 颜色这些肉员可以看到的 它是一些表示这个atom 它的一些比如像那个sing 就是状态转换 像那个transfer 就是说是 也是一个状态 状态转换 比如说 可能一眼看出它是做什么用的 只有在一个动静变化过程中 就是在loader 那变化过程中它的变化 一个就是动静的一个很大优势 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运行过程中 可能某一个时刻去加的一些东西 会在某一个时刻去 不可见的东西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些 一些那个机制来处理我们这些空间 所以说 KML元素刚才介绍了它的最基本的一个空间 叫atom 那如果说是把KML的类型 我们给它分类出来 或者是抽象出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可以 这个表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说 列的非常完全 就是说可以分为第一个基本类型 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atom 那个compan qd object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类型 但这类型可能是从不可见 或者说是我们很少会 会拿它作为一个 去显示一个这样的空间 因为这些 可能是说最抽象的 它们一般是作为机类来用的 那第二个和推行的相关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常见的tango imid 这些 还有text 这些空间 是说和推行相关的 就是说我们一眼 你写在电码里面一眼 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用推行 表示出来的 下个和字符相关的 表示说 tadinput taded 这些就是说和字符相关的 包括字体load 还有一个就是说交互相关的 那交互大家可以想的 我们一个设备中一般会用的 鼠标 或者键盘 或者是touch 对吧 这些交互相关的东西 还有就是一个 liota相关的 就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行列 网格 还有那个 重复重复实现一些空间的时候 怎么把它布局 这是一个布局相关的东西 那另外一个就是transformation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做的一个 状态机的一个 一个 一个概念 还有一个animation 和animation 就是动画 那这个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主题 因为我们如果想实现一些 比较漂亮的一些 那个效果的话 那动画的必不可少的 那对这个每个动画呢 每个效果的话 我如果把它 那个全部那个 细封之后 其实发现 它每个动段 其实都是一个最具体的animation的一个空间 做成的 给达出来的 那当然有了界面之后呢 我们使用的数据 那我们数据 那我们数据一般 我们使用 model 的一个 真实图的一个方式来 来表示的 那所以说就是 用一个手机model的方式 来提供给 但是界面 作为view 作为一个图端 来展示出 我们这些model中的一些数据 那model可以 类似model 比如说 channel 类似model 这些很多model 包括view 可以分为 类似view greatview pathview 这些概念 我们可以从QD的文档中 可以找到这些概念 呃 也是一个 modelview 是一个比较 嗯 的主题 因为这涉及到我们model的形成 应用的 封装会 封装的我们逻辑 逻辑的业务数据 一般都是在线压端来 但是在camer里面 也可以 我们的model数据来 嗯 还要对 那最后就是一个动力的加载 或者就是新的content 身上 属性绑定啊 timer 或者一个loader 呃 一些元素 或者一些组件 啊 其实细分我们camer类型 可以分为这么这么这种类型吗 当然看着还是比较多 但是呃 不出提供啊 就是说你任何一个程序都离不开这些 可能不会全部用到这些东西 但其中肯定会不会跑出这个范围出去 这也是我们常用的一些那个camer类型 呃 那然后我们有了camer 我们有了camer 比如实际的camer 怎么加点这个camer呢 呃 一般是说是说呃 我们可以直接加点我们的camer基本的空间 呃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plyin的方式 plyin我们可以自己定义 当然也可以使用那个camer类型 用自带的一些那个啊 plyin 因为有的plyin 并不是说你啊 一旦支撑的 它就会自动会加点呢 需要我们手中去加载的话 那么可以 当然也可以用camer系列自己的plyin 但如果有一个嗯 已经存在的camer文本呢 camer文件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import的方式来把我们这个 呃 这个文这个camer文本来加入进来 比如说我们上面有个demo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个是 嗯 嗯 所以大家看到我这里有有一个那个 那个 一个button的camer是吧 呃 那如果说我要我要加这面的camer 我直接选一个in code in code 你看这里已经确实了 我就可以把这个 我这个方式把这个camer文件给它 包含进来 那包含进来之后呢 那我就可以完全使用button里面的 暴露出来的一些那个 一些属性画的方法型号了 这是一个包含的一个 嗯 这也应用camer一种方式吧 嗯 和那个camer元素属性相关的一些东西 一些主要是camer里面所支持的类型 那我们这边看了一个一个demo吧 就是说 这里有个text的一个空间 那它里面是有些包括一个text 包含 你看是有一个add way值 add作标值 那它是用复典来指定的 那这个是这个空间 它已经定义好的一个类型 那如果你把这个app给它一个实际的值 那它就会报错 就是说它会自己检测到你这个类型不匹配的 那包括text这是一个自负串的一个自负串类型 包括font处这是一个boer之类型 然后一个font 嗯 这也是有一些那个一一组属性的一个font 其实font也是一个子空间 只是说它是属于这个test里面的一个 嗯 附加在test里面去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font来指定 为这个test指定它的字体的大小 包括字体粗体 你看这里我们有个错误的非法复制的一个一个实例 就是说我假如我们对这个宽度值 给它复成一个字符串的值 那我们就会 它就属于报错 或者是一个非法的一个一个值 那这是我们写的过程中 也要尽量留意的地方 可以具体对每一个那个类型 我们可以参考我们那个文档里面 比如说我们在我们create里面 就是搜到TELS的一个 那么类型 那我们看到 嗯 比如说我们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 布尔形态 我这已经那个 标示出的类型 就是 敷点啊 或者布尔形啊 这些已经完全可以标示出来了 所以说是这个就不会 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类型表什么 可以参考这个文档里面 你们就不会写错了 对一个文件 可以猫的文件结构来讲的话 那其实我们也总结了一下 就是说是 这个文件里面一般是 首先每一个空间都有一个ID 最好给一个 给一个空间一个ID 而且这个ID是在这个文件内部 它的它的范围是在这个 这个文件内部是唯一标示的 它是不可重复的 那第二就是一个数性的 对数性的一个描述的声明 嗯 还有对信号的一个声明 还有是TS的方法 嗯 另外就是对象的一个属性 包括我们自己定义的 KOPJS的 下加引用过来对象属性 还有在KMO里面 自己甚至的一些对象属性 还有一些实际的转换 嗯 还有一个对那个 一些那个啊 布局 对JS来讲的话 那可以可能会有一些 但是我们可能会引用JS的一些法 或者JS的一些代码 JS的一些代码 包括include的一个文件 作为我们一个 KMO中的一个空间来用 因为KMO和JS是 嗯 完全可以是相互可以调用的 嗯 嗯 那我们看一个实例 我们就拿这个KMO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 一个有ID对吧 有它的属性 还有 当然这里面也没有方法也没有信号 这个 所以说刚才说那些 并不是完全实在完全得有 就是说它里面的结构 可以完全可以做加减法的 我们如果简单的开门 我们可以更简单一些那个 这些不其中一部分就可以了 OK 这里面还讲一下那个 关于对属性的一个讲解 那属性值 我们可以用一个 嗯 CB式的结果来 结果来表达 比如说我们 嗯 一个宽度值 那相当于我们这个实例 比如说我们一个宽度值 那它都用到一个JS的 一个Math Main的一个 一个 一个最小值的 取最小值的一个 一个表达值的结果来表达出来 可以直接付给这个属性值 那这里面就调到JS的一个方法 当然最重要的是一点 可以 几个属性可以绑定 可以和另外一个属性 作用一个绑定 这个绑定 意思就是说是 建立一对一的关联 就是A属性和B属性 当A属性和B属性 建立一对关联之后 当B属性的值改变的时候 A属性也会跟着自动改变 这是KML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那个特性吧 就是说我们也是 非常推荐我们使用这个 属性绑定的方式来 对一个属性进行复制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那不仅会减少我们电脑的一个 那个维护难度吧 而且还可以提高我们电脑的一个 执行效率 我们看到这里面一个 它的宽度 那其实就用到另外一个 就是Fast的 它的宽度 那这个里面 其实就是一个属性绑定 当我们Fast的 它的宽度变化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Second的这个tanko 它的宽度 它的宽度也跟着相互变化 这里面还要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水性绑定它的很 就是说如果用的不好的话 如果说是我们对Second的ROS的 就重新复制的话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其他电脑里面 对这个宽度进行复制 那我们这个关系 它这个关系就会 完全被自动解除掉 那如果第一个tanko的宽度变化 那第二个tanko的宽度就不会引起变化 因为它的关系就被解除掉了 这是我们在使用属性绑定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另外我们看在开幕里面 引用就是引用一些 附加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tanko的input里面 我们可以引用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那个关系 就是kade navigation kade navigation 用kade navigation 其实并不属于tanko的input 但是我们可以 在这个类型里面引用过来 进行对它进行使用 当然我们可以添加自定义的一些 任何元素 就是说kamer非常灵活 所以比如说我们可以添加一个 这个read only的一个属性 就是我们称为一个mass的值 这个值就是属于tanko里面的 就是说离世添加定区的一个 读到一个负点类型 但是我们可以添加另外一个 比如定义一个变量 像example error 这是变一个速度 我们可以也可以把放在我们这个tanko里面去 比如自定义添加一些 随时就是像你在函数里面写个编量一样 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我们在属性里面 可以随时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属性怀方法来 我们就说我们业务的一些使用 当然还可以引用qd object的一个对象 qd object的叫在我们km里面 其实完全不需要这样一个对象的设计法 不像我们现在里面比如说写一个window 然后定一个它的window一个对象 然后再调对象的一些方法 我们km里面可以直接用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一个例子叫screen 那我们可以直接拿来用screen点 什么什么的 那它会自动产生一个推向来拿点给我们用了 这也是km里面和线下里面结合的一个主要 融合的地方 有属性有方法 那其实很大部分的一些空间 都有自己的一些方法 那方法作用就是说可能有些功能 一些属性并办不到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要求一个timber 那我们可能 那我们可能用那个 用time的running可以控制 但我们可以用time的start的stop 或者restar来控制这些time的一个行为 那这也是一个方法的一个含义 那我们在km里面可以通过一个function的关键字 来定义自己的一个方法 那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写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写一个方法 写一个方法 方法就是说你一个 那这我们可以叫一个写自己自定一个方法来放在这个 那我们可以随便可以借用这个方法 ok 那上面基本上应该那个kml的包括它的属性啊 方法啊 一些那个空间啊 包括空间的分裂 我们简单介绍一些 那第二部分就是说我们介绍一些那个 那里奥的布局 那布局里面其实重点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呃 锚点 一个是就是定位 那可能有人说是你为什么要使用使用这个 那布局不就是说是把定色的at 外值就宽高就可以了吗 为什么要使用这个锚点呢 就是说大家可能在使用at外值 我们知道我们开发产品中可能使用at外值的话 可能会说 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死 就是说它没办法去去动天的改变它 你假如说你要动一个动一个空间的话 那我势必要影响其他的空间的位置 所以说 这又给文文这个成绩的产品带来 就是说它的自信很困难 而且这个代码维护起来也比较困难 假如你的产品要升级 你要改变屏幕的分辨率 那你这个整个代码所有代码都需要改变它的做标志 这么想大家可以想到这是一个很庞大一个工程 所以说如果提高这个这个程序的可复用性和封装性呢 所以说我们要使用一个锚点 锚点意思大家 我们如果用过photoshop的话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锚点 锚点大家可以想到就是像一个字典一样 就是说它是一个东西 和A和B A仅仅和B相互绑定 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这个 先讲锚点吧 你这个锚点里面就是说我们可以提供几种几个那个 极限吧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就是 就是一个原色的最高最高点那个水平线 然后bottom就是说底线 还有左线 右线包括中线 垂直中线和水平中线 水平中线 对吧 那这也是他对他的六个方位值 那通过这六个方位值 我们就可以完全 就是说把一个元素和另外一个元素 进行一个挺密的一个关联起来 那除了这个支线之外 还提供一个编剧的一个 一个标志 比如说比如说上编剧 下编剧 左边右编剧 那这样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 编线 我们可以定义一下他的 那 先就用这个元素和另外一个元素 之间的一些 那个 那个 应该说是之间的一个 关系吧 那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例子 我们先看这个简单的代码 那现在看到我们这边有两个这个摊稿 一个是蓝色一个红色的 任何他一任何他二 任何他二 任何他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 嗯 x.left等于任何他 就说意思就是我二的左边线 是和你一的右边线进行一个锚点 那我就紧紧的靠着你 对吧 那两个之间就关联在一块了 你可以就这么写了 那第二个就说是你看我这 这个图换了任何他二和放在一的右下角 那这个我们怎么写呢 那我们就可以写他的左边线 是靠在任何他一的右边线 那我任何他二的上边线 是靠在任何他一的下下边线 那可以看到 rack.2的rack.left等于1的.right 那就是说这第一步就是我们把它放在 像第一种我们把它放在 把二放在一个右边 那第二部分就是说是rack.top等于rack.1的bottom 那我们看到我们二的顶边线 靠着这个1的原型 那这样就把二定位的我们这个 右边右下角了 这么简单 那这一部分就编具的问题 那我们说的 rack.2也是放在他的右边 但是说中间会差五个像素吧 那我们看到代码里面就这么表示 就是二个二的left的一的right 把右边然后他的left的marking等于五 那就是五个像素 就是我靠在你的右边 但是我和你保持五像素的距离 就是这么毛点就可以这么简单的实现 那还有一个用法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三个这个探稿 那三个这个探稿呢 那三个这个探稿 其实二的这个探稿就是放在一和三的中间 我们可以看到 代码是二的时候 它的left是一的右边 它的right是三的左边 那就可以决定在中间了 当然你可以试验它的编剧 看看我们这个dem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代码显示的规范性 可能是随意的显示 它就比较灵活 我可以把它成熟 我把这个程序demo调一下 我把这个程序运动 大家可以看我这个 红色它已经放在两个蓝色的中间了 大家可以看为什么显示是白色的 因为我们知道刚才讲的 所有的远度都是基于ATEM的气层类类的 如果说你没有给ATEM一个宽高的话 那这个ATEM是空的 就说了没有 那现在是我们已经把它放在中间 那我们现在把它做一个编具出来 这个二个字 看到我们之间的编具已经说的是五个像素了 这就是那个锚点它的一个简单的用法 当然除了这个用法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两个非准线的一个锚点 那其中一个就是现在印一个是fail 现在一fail 那我们看到了 我们再拿刚才的列子举 现在印一个就是说是我这个 我这个 比如说我现在一个让他们一对吧 我现在把它 我把它全部覆盖在它的副节点上去 我们看一个人有它什么情况 我们看到我那个红色和那个小蓝灯 第二个第三个状态已经是这样的 因为完全被第一个完全覆盖掉了 对吧 那现在说我把它放在一个 当然如果你fail的话 那这个任何方法其实都继承了它的副节点 包括它的坐标 来到外包的宽高 这就是一个fail的前充的意思 那如果说是 我把它放在这个存在印呢 它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我把它放在一个存在印 存在印 我把它放在现在印的 把第一个任何方法放在这个 八百六百的一个 这个大个状态的中心位置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第二个第三个状态他们会 在什么位置呢 还是在那个原来老位置呢 还是说是那个 当然现在印的不能站 不能定员的零了 还是跟着任何方法一来 来 密集的变化呢 看这是第一个让它往上给它颜色 我们如果都别不给它那个定坐标值 我们看它是 这个我们给它安卡一个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第二个红色 它完全完全没有出来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它这个坐标就是说它产生矛盾 它并不知道我是我要跟着你一走还是跟着你二走呢 所以说它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吧 所以说我们在写的时候呢 点到的时候就对如果用安卡的话都一直想没有安卡 对一些除非你第一个需要安卡的要衣服的根的一个空间的话 你可以用sr把它标出来 但在后面的话你可以就不要把它用sr去表示 这样会导致一些空间悬着不出来 好 这是安卡需要的注意的事项 下个料的就是定位的 那定位我们可以把它封为一个比如可以的 行列还有流这些 这些定义 这些类型来定义 我们先看demo 比如说我们这有一列的一个列的一个demo 那可以看到首先呢column里面定义三个 就是说它的间距spin spin表示这个每个元素之间的间距是两个像素 那首先第一个是上面这个一列 就像我们一个文字像写卧的文档一样 一列一个表格里面一列 那就是说是首先第一个是红色绿色和蓝色 那这就摆成一列 那一行很简单 也是相关间距是两个像素 那一行就是绿蓝 三色来表示一行 这个就非常简单一目明了啊 就是说在我们用kma里面可以用这种行列的方式 来出来一个 啊 啊 啊 表格情况的一个问题吧 那flow呢 其实就是就像我们那个写那个word文章文章段落一样 就是说按次序按顺序的下走 啊 啊 首先看到我们这边一个这个tanko里面定义的一个flow 那flow里面首先是说啊 它会填充在整个这个这个这个100x360的一个run card里面去 嗯 然后它的边距是四个像素 那它swing是十 就是说每一个子的元素 它之间的相关间距是十个像素 那首先我就开始写了 第一个是红色绿色蓝色黄色 然后那个黑色 那你按顺序的就是说 红绿蓝黄黑色 那就是按照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一个瞬间往下走 这就是像水流一样flow的方式往下写 那可以的方式其实就是网格嘛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 嗯 红绿蓝 这是个应该是紫 还有一个浅蓝吧 这个颜色来写 那其实它就写了一个网格的形容 一个红绿蓝 因为我们已经定义出我们这个网格是有三列的 这里它没有定义的行数 只有三列的 所以说当我们排到第三个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浅蓝 那应该是什么颜色来着 嗯 它就从第二排开始排了 就不会说像这个 像这个流一样往后排 但我们可以做一些更复杂的 比如说行列结合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一列 比如说我们定义的一列 然后那个它里面有两 有那个一行表三个元素 我们还包括一个Tanko 那么看到一列的时间 首先第一列第一个元素就是说是红色 一个轰的红色 那这第二个是一行 一行里面包括三个 三个轰的Tanko 一标 红黑蓝 那最后一行 最后一个就是一个绿色的轰的Tanko 那这是可以制定一些通过的基本的一个空间 可以制定一些更复杂一些Liot 好 那个Liot 现在我们先解决之前 大家可以记住我们刚才说的最重要的是一个Anchor 还有一个行列包括Flow 包括Grid 这些方法的使用 说的就是 主要啊键盘啊 还有包括一些那个Tanko 也是我们类层的鼠标吧 那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焦点 因为我们知道 嗯 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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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过去的时候 我们已经假如我们就是比较 特别是按键的时候 按键的时候 按键的时候 如果把它那个 嗯 对一个图标的话 那么我们肯定是用焦点 那可以有一个焦点的问题 那对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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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互里面 其实涉及到主要是这个实践嘛 就是一些信号实践的处理 那从信号里面讲 对于那个 那QD里面对信号有三种方法 第一个方法 QMD里面一个就是我们通过一种按 按什么什么的一个数据 数据方法 比如说我这里一个 嗯 嗯 这个什么嗯 嗯 什么什么 some property 那反映在我们QD确实里面 比如说我这里 比如说我这里 比如说我这里个人 他们有一个一个color 对吧 的color是我的profile 那我可以写成它的一个信号 今天那个信号就是什么 嗯 color col 就是说 表示 当我当我颜色改变的时候 那那我这个我这个信号 比如说 嗯 我这个 rnt slender color 啊 rnt rnt c 等于 把它变成yellow 那我们怎么出发的事件呢 比如说现在我在那个E里面 我先加一个mossary unclick 你看这个unclick也是一个情况 就是mossary自己带的一些图片 自己带的情况 unclick 我把那个tanner 钻着 我们比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点击了一个tanner的时候 那我这个第三个人的颜色的变化 我改变第三个人的颜色变化的时候 它会发出一个信号 那就是说我这三个colour 那我要改变第二个颜色 我点击下第一个 因为mossary也是一个atom 所以说当你那个没给它宽高的时候 它就当然感觉不到 它的宽高就是零 所以你根本没法点击到它 然后我们看到 当我点击第一的时候 会触发 会触发第三个改变 它就会把第二个颜色变成黄色 当我点击第一个的时候 我会改变第三个颜色 把蓝色变成绿色 当第三个蓝色变成绿色的时候 那第二个颜色 它因为触发了unconnection的事件之后 清掉之后 那它就把第二个颜色给它改变成黄色 对吧 这就是一个 unconnection的一个信号的改变 那还有就是connection 就是使用connection 那connection呢 就是说是它是一个空间 就是说我会指定那个 有时候有时候我们这个信号的发动者 可能并不是在我们这个内部 可能是有个类型的 信号对象发出来 或者其他发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有connection 用它的target去表示说 我这个发动者是谁 发动的怎么样 然后那个 就是谁发动出来的 少一点 但是说这也是 内随谢家的信号槽里边的一个 可能是比如说这个 object的connection 连接着发动者信号接触者 槽函数 这就是一个三种信号处理方法 那 因为我们刚才演示的onclick它的一个实践 其实就是一个点击的实践 但是它还有一些onpress onrelease onpresshold andhold ondoublepress ondoubleclick 就是双击 这个可以参考Mocera 它以前的一些实践 还有一些包括Mocera拖拽的一些实践 还有一个having 就是说是比较移上去的一个 实践 我们这里有个demo看一下 这个可能大家移用那个 使用 这里是比较简单 猫丝的 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东西 看看 因为这种课程是比较简单的一样的 看看 我们就能读找到一个对比较简单的一个 是比较简单的一样的 我们就会说是比较简单的一样的 有什么问题吗 对我们的 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吗 对我们的